男人把冲好的咖啡端给身后的女人 可一回头 女人竟然戴着一个恐怖的面具 但男人没有一丝慌乱 他依然装作什么也没看到的样子 男人眼睛正常 可他却装成个瞎子 女人不信他是真瞎 他想试探这个男人 见男人毫无破绽 女人使出阴险的一招 他拿出一小瓶毒药 当着男人的面 直接倒进他的咖啡中 这下完了蛋 如果喝下去就会被毒死 如果不喝就会被识破 男人要怎么办 到底喝还是不喝 男人名叫阿旺 是个钢琴师 弹得一首好琴 但他却装成个瞎子 一来可以领取政府的补助金 二来出门后 可以光明正大的知识美女 还不会被骂 楼下的熊孩子一直不信他真瞎 总是找各种方法试探阿旺 还好阿旺演技精湛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这天阿旺被一个摩托车撞倒 撞倒她的是个漂亮女孩 名叫苏菲 得知她弹的一首好琴 女孩邀请阿旺 到她家的酒吧里弹琴 阿旺食指飞动 琴声悠扬旋律伟美 把客人听得如痴如醉 声音笔之前翻了好几杯 同时也俘获了苏菲的放心 富豪演进书 是苏菲家酒吧里的常客 阿旺精湛的琴意 令她十分欣赏 再过几天 就是老婆的生日了 她准备给老婆一个惊喜 让阿旺上门 专门为老婆弹奏钢琴 转眼来到约定的日子 阿旺登门准备为富豁弹奏钢琴 对阿旺的到来 富豁有些怀疑 突然有个陌生男人来访 人家警惕也属正常 阿旺说和富豪有约定 富豪叔定金都付了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失约 这时 邻居听到声音开门查看 富豁也不好说什么 赶紧放阿旺进门 来到屋里 富豁问阿旺 是完全看不见 还是多少能看到一点 阿旺谎称自己完全看不见 全瞎 阿旺坐到钢琴前 双手飞动 优美的旋律 瞬间溢满整个房间 突然一个报应传来 情声戛然而止 阿旺菊花一景 他看到地上 赫然躺了一具尸体 他努力贫富心情 广称自己要上厕所 富豁只好扶打阿旺去往厕所 为了表示真瞎 阿旺有意踩中地上的脏雾 谁知厕所里 还藏着一个穿着背心 拿着手枪的撞案 阿旺心理素质确实过硬 他装作无视人一样 上完厕所出来 他发现 地上躺着的正是富豪族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今天是老婆的生日 富豪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他约了钢琴师 还买了红酒和鲜花 回到家 老婆给他头上 弄了个青青大草原 就问你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吧 随后富豪就躺在地上 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阿旺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装霞 不然定会被他们灭口 阿旺继续弹奏钢琴 富豪和情人 则在阿旺的眼皮底下 明目荡胆地清理血气 事后他们还当着阿旺的面 用富豪之前的录音欺骗他 造成富豪回来 并有视外出的假象 接着富豪的情人 当着阿旺的面 把富豪的尸体搬运出去 丢掉 从富豪家里出来 阿旺坐在昌椅上 心里坐着激烈的斗争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为敏的人性提醒他 还是要为死去的富豪 说点什么 这时 一个卖彩票的女人走过来 缠着阿旺让他买彩票 阿旺买完彩票后 直接坐车去了警局 警局里 阿旺张口就说 自己目睹一起凶案 是来报案的 事态严重 警员赶紧叫来警长 看到警长的那一刻 阿旺差点吓得晕死过去 原来 警长正是富豪家里 藏在厕所里 吃枪的那个男人 阿旺只能硬生生 把道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谎称自己的猫丢了 他怀疑被楼下的熊孩子给杀了 刚刚从凶案现场离开的阿旺 这会儿又出现在警局 警长立刻起了疑心 他怀疑阿旺装下 富豪的尸体被他看到了 警长借帮阿旺找猫的理由 跟着阿旺来到他家 进门看到桌上的报纸 阿旺连忙解释 是比猫上厕所用的 警长将信将疑 他拿起一把刀 插着阿旺的身体 直接钉到他身后的墙上 还好阿旺没有丝毫多闪 恶忍不住让人称赞 这撞瞎的水平 比真瞎还瞎 没找到任何破绽 警长也只能离开 两天后 警方发现了富豪的尸体 由于富豪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他的死引来媒体的高度关注 酒吧里 一个男人正在上厕所 他地头看见水池里 躺这块金表 接着他就被带进警局 一顿暴打 原来那是警长为了嫁祸于人 他把富豪的金表故意丢在那里 就这样 厕所男莫名其妙成了背国侠 阿旺再次被带到警局 警长一定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 只要阿旺签字确认 就可以结案了 本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阿旺把良心踩到脚下 在口供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富豪的葬礼上 阿旺献上自己的情意 看到装腔做事的富豪悲痛欲绝的表情 阿旺一脸茫然 邻居老太太找到在场的警察 他说 那天下午 盲人钢琴师之前 有人进了富豪家 他怀疑富豪是被那个人给杀死的 他还说 如果有机会见到那个人 他能认出来 这个消息引起了在场警察的注意 他表示会上报给警长 富豪叔和前妻的女儿 非常喜欢阿旺的曲子 他问阿旺能不能教他 阿旺一口答应下来 警长得到现场还有目击者的消息 他赶紧通知富豪 隔天 富豪敲开邻居的门 谎称自己头疼 借两颗药片 期间他还假装晕倒 邻居好心上前扶他 却被他一把掀到楼下 好巧不巧 这一幕 刚好又被赶过来 教富豪女儿 谈情了阿旺壮了 阿旺赶紧低下身子 装作捡东西 几次三番的巧合 让富豪也起了疑心 他来到阿旺的家 试探阿旺 真的瞎了 结果就出现电影开头的那一幕 面对放了毒的咖啡 阿旺当然不能喝 他假装拿东西弄翻咖啡杯 这下当场被富豪试破 他掏出枪指着阿旺 见事情瞒不过去 阿旺赶紧解释 自己装瞎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另外他马上要移居国外 再也不会回来了 富豪和警长保证绝对安全 这时阿旺只希望女友赶紧过来 因为之前他给女友打过电话 准备告诉女友所有真相 包括自己装瞎 但为时一晚 阿旺只觉得天旋地转 很快倒在地上 原来他吃了富豪带过来的饼干 里边早已被富豪下了药 而此时女友确实也过来了 楼下那个熊孩子 正在给苏菲看他拍的视频 他告诉苏菲 阿旺一切都是装的 看到视频 女友火冒三丈的窜上楼 然而让他火大的还在后头 开门看到富豪衣衫不整 阿旺快活完后躺在床上装死 他哪里知道 此时的阿旺被富豪毒晕过去 女友仰天大笑豪迈地走出门 你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不但装瞎骗了我 那么快就睡上了富豪 还把我给绿了 看到苏菲离开后 富豪也离开了阿旺的家 阿旺醒来 发现自己真的被富豪毒瞎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当瞎子 干脆成全你如你所愿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瞎子吧 警长听到富豪说 只把阿旺弄瞎并没有杀了他 他非常恼火 瞎子还有嘴巴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他上门来准备亲自干掉阿旺 求生的本能 让阿旺抓起一个电用斗 砸在警长的头上 警长被砸倒后 阿旺夺了管逃 双目失明的他 慌目折禄和电线杆子亲密结束 把自己弄晕后 安心地倒在地上 阿旺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一家私人诊所 原来卖彩票的女人和他的老公救了他 并把他送到诊所 阿旺提着的心 总算暂时放下来 都说是事无常 这几天 他从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瞎子 现在还被人到处追杀 心好累 还好世上好成多 有人救了自己 然而阿旺很快发现不妙 彩票女和医生把他按倒在床上 还用笔在他的腰上来回笔画 原来彩票女和这家诊所相互勾结 经常干些人体器官买卖的事情 阿旺也总算明白过来 他们救她是看上了她的两个腰子 她拼命挣扎说 会帮她们弄到一千万 她可以对彩票女手臂上 湿泊神的纹身发誓 在麻药的作用下 阿旺还是渐渐失去了知觉 阿旺醒来赶紧摸摸自己的身体 还好 关键的东西一个都不少 原来彩票女觉得她既然是个瞎子 为什么会知道她的手上有湿泊神的纹身 肯定是什么神灵转世 他们才没敢对阿旺的腰子吓走 阿旺也算暂时保住了两个腰子 阿旺把警长和富婆一起谋杀富豪的事情告诉他们 阿旺还说 只要把富婆绑架 警长肯定会支付一千万赎金 就这样 他们很快绑来了富婆 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由彩票女夫妇去拿赎金 为了安全 他们把富婆和阿旺绑在一个仓库 彩票女夫妇分工明确 他们让警长把钱放进电梯 老公在楼上等着拿钱 老婆在楼下操控电梯 警长必经老奸巨花经验丰富 他不按套路出来 警长把钱放进电梯后 自己亲自爬楼来到楼上 正好看到彩票女的老公拿钱 追逐中 警长开枪打中了彩票女的老公 警长坐着电梯下来 准备去找彩票女 彩票女操控电梯停在空中 警长愤怒的开枪射击电梯 其料子弹弹回来 把自己给击毙了 要说这警长的智商确实有待商榷 仓库这边 富婆和阿旺商量后 建立了短暂的联盟 他们相互配合 富婆帮阿旺解开绳索 阿旺帮富婆摘下眼罩 富婆心思缜密 眼罩摘下后 他指挥阿旺到处瞎撞 自己偷偷用刀割断手上的绳索 然后把阿旺打翻在地 正当富婆对地上的阿旺痛殴的时候 医生回来了 两个男人合力再次将富婆吃住 这里就想问一句 三哥 还要脸吗 两个男人打一个女人 医院那边传过来坏消息 彩票女的老公不置身吗 彩票女打开背包 里边装的全是假钞 医生劝她 大妹子 人死了不能复生 你可以把她的器官捐出来 彩票女如五雷轰顶 脸色仿佛像吃了苍蝇一样痛苦 医生把富婆撞上车 他告诉阿旺 富婆的血型 是一种罕见的血型 国外有个富豪正等着移植肝脏 但一直找不到匹配的血型 他们坐飞机把富婆带去国外 肝脏卖给国外的富豪 事后 再把富婆的眼角膜取下来 替阿旺换上 到时 阿旺就能冲见天日了 两年后 苏妃和男友在欧洲某国旅游 牛巴里 一阵熟悉的钢琴声 引起她的注意 她看到钢琴后 坐着那个曾经熟悉的男人 两个人坐下后 苏妃又问阿旺 又到这里来骗人吗 阿旺把之前的事情 原原本本全部告诉了苏妃 医生和阿旺开车赶往机场 听到货备箱传来声音 医生停车 他准备去给富婆打一针正音剂 让他老实老实 车辆启动后 医生已被富婆反杀 阿旺还不知道身边已经换人 他还以为是医生 他劝医生 不要那样对富婆 赶紧把人家放了吧 听到他的话 富婆深受感动 他停下车 让阿旺滚下车 阿旺这才知道 善良又一次救了自己的性命 但真的是这样吗 富婆掉转车头 冲着阿旺狠狠转过来 这时 一只独眼的兔子受到惊吓 跳到富婆的车上 富婆也受到惊吓 车子当场飞出去 起火爆炸 富婆也当场生亡 富婆也当场生亡 听完后 苏妃一阵唏嘘 他表示自己错过了阿旺 两人互道尊重 相互告别 阿旺首次倒王杖往前走 这时 一上躺着一个一拉罐 他准确无误 一棍子打过去 看到这种情况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取下富婆的眼角膜 替自己换上吗 电影的名字叫 挑音师 上映于2019年 是近年来 印度少有的高峰悬疑片 在某半上 83万人打出8.2的高度 偏长140分钟 巨部完全统计 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反转 最关键的是 三哥引以北傲的歌舞减少了 所以如果对电影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 电影结束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感谢关注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